新城乡寒冬送暖税莫维炉 是乡长合理台 他的施政重点方针 在春节是中华民族 非常重要的传统节庆 家家户户会准备丰盛菜肴 维炉来庆团圆 让弱势家庭也可以欢喜云新 乡长合理台感谢各界的爱心捐赠 首先感谢某企业捐赠千元旅件 358张 每年依照名册互数捐赠 已经打数十年 现场另有云新春 送春联依旧友爱活动 使新城乡寒冬送暖税莫维炉活动 能够在温馨正在的办理 更带给乡亲健康喜乐 新城乡公所跟新城乡民代表会 以及地方的善心人士社团等 不会忘记各位 因为我想这些人 平时除了我们在各个岗位上 来服务以外 需要他们要出手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的乐意来协助大家 我想这社会公益的活动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乐意来做 我在这边要代表我们现乡各界 向今天监管以及物资的这些善心的社团 个人团体企业行号表达感谢之意 现乡是花莲县的北大门 刚刚成为副总招 其实讲这个副总招也怪怪了 叫总招好了 副立委 他讲了 现乡在这几年当中 各项的建设也好 跟中央跟县 争取得非常多 不管在基层建设方面也好 县政务投入的机会也好 我想在13的乡镇市当中 我想现乡做说第二名 人家说第一名也是要很挣扎 要说第一名的时候不太容易 我想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就 不管是委员也好 立法也好 现义也好 我们的代表村长 包括公所的科室的主管同仁等 大家共同努力 才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一个新城乡 六月福文集结清理现场肯定 厢长和立台的用心 又到了岁末年冬的时刻 很高兴和立台和厢长 是我们13个乡镇市里面 过年过节都永远不忘我们的家人 尤其在寒冷的冬天 更要给我们在基层 最需要大家共同关怀的 我们的弟兄姐妹 来给大家一起温馨的围绕 和厢长多年以来 始终如一 昆琪看到这么多的乡镇 都有办很多的公益活动 但是对我们基层 这些若是乡亲的围绕 能够从头自尾 能够每一年都没有忘记大家 就是我们和立台和厢长 我们是不是在给我们的和厢长 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 下面和台表示 现在向大家庭在彼此互助 分享关怀以及支持中 各个拥有爱人与被爱的能力 期盼若是族群 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以及帮助 因而在随模之际 办理寒冬送南围绕活动 感谢各界的爱心捐助 回馈社会 并且协助相公所办理本次的活动 现在相公所就有围绕活动 让各界发挥爱心 关怀独居老人 低收入户等弱势族群 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 也让弱势家庭朋友们 更有勇气面对与承担人生的逆境 重建乐观正向的生命意义 更显现新城相是富而豪利 具有爱与关怀的温馨幸福之乡 记得请用新城相报道